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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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 大家好 今天的Vlog 我们用中文 我是Evalyn 为了缓解我的尴尬 今天我拉Dave一起来营业 我是达威 David 我来自海洋兰 然后我是一个元首 因为今天Dave营业不是免费的 我要请他出去吃饭 在广州已经是秋天了 出门还是会出很多汗 今天吃饭的地方叫Happy Monk 不知道跟Monk有什么关系 没有想到这里好美 菜单也是英文的 双语 这里没有 只有三四个素食圣像 小心 好久没吃水 我不知道AO里用中文怎么说 Dave 你的衬衫很帅 4AD是一个英国的独立厂牌 无糖肺 可以吗 你不要摆 饭饭包 我有一个饭包包 我们去沙面 我们要骑车 骑车去沙面 你在拍我的密码吗 8888 这是我的自行车 去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我经常骑 去年我变懒了 再来 我得走 Dave在过马路 帮我拍 我们要去邮局把两张软盘寄给住在国外的客人 邮政博物馆 Museum是什么博物馆 这是我们的邮局 3点45 看这个蓝色的发到法国 然后这四个我们给摸了过那边的乐队 我们寄什么 软盘就是一个 依需手工的一个东西 我看一下 不可以寄 不可以寄 为什么不可以 它就是一个摆手 里面什么都没有 没办法了这个 印度人住宅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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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其实已经是另外一天了 上次我们拍的音频丢了 为了你们看起来还连续我穿了一样的衣服 但是 Dave我们穿和上周一样的衣服 但这个太硬了 我都想穿这个衣服 丢了音频这个错误很贵 因为今天我要请Dave喝星巴克 对必须请你们喝星巴克 对必须请你们喝星巴克 这个星巴克有点像摩洛过的一个剪影一样 是你的朋友 B.T.Toll 小朋友是B.T.Toll 我觉得应该是Business 很高兴 很高兴 这是Dave的乐队 我可以给大家看我新买的四代鸡 九周年了 他已经有这个包子 原本的包子 摩卡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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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片 星冰乐 换烟麦奶 多嚼打奶油 嗯 你觉得广州最好的菠萝包是什么菠萝包 这是菠萝包 没有菠萝的味道 它的表皮看起来像菠萝 所以叫菠萝包 我觉得广州最好的菠萝包是 就是珠江边有一家店叫东江海鲜 它会在门店外面推一辆车 卖全皮菠萝包 好吃吗 controversial opinion 我觉得新大阁的菠萝包是最好的菠萝包 另外一个菠萝包 胖菠萝包 肝萝怎么说 吹 吹 吹吹的菠萝包 我喜欢吹的感觉 BGS Behind the Scene 刚拍照的时候用一本书 当道具Bubble 这本书第一章就发生在广州 这本书的作者RFKWANG也是广州出生的 你试过用中文读书吗 孩子们的书 但我还没到一个可以顺利读书的水平 用另外一个语言读书很难 我大学在Indiana 教授会布置很多阅读的作业 但是我从来没有做完过 我们现在在立湾 Dave去开店了 他在这附近有一家酒吧 我先带你们在这里逛逛 欢迎来立湾 今天是我第一次用中文Vlog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出来 其实我中文比英文好 可是平常我Vlog都是用英文 因为我17岁的时候就去了美国 成长中比较重要的阶段 比如说大学第一份工作都是用英文发声的 所以我觉得我了解自己和认识这个世界的语言是英文 我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也有将近四年了 也交到了很多可以聊深刻话题的中国朋友 我觉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不管你在哪里长大 或者你的母语是什么语言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很多成长和struggle都是一样的 没想到这里就觉得很 comforting 给你们看万圣节的装饰 你们看中国也有万圣节 那里有只狗 这里让我想起Bubble里面 Robin长大的地方 大家可能听出来 Dave的中文很好 他能用中文跟我爸爸妈妈交流 我觉得在异国情侣中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因为最近我在读RF框的Bubble 我也在想英语是不是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 不过因为英语我们才能有这个小小的community 我自己觉得能够有中文和英文这两个系统是一个privilege 我想要用它做一些有意的事情 我们去找Dave吧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觉得我讲中文和英文的时候 有不一样的personality吗 如果你读了Bubble 可能知道在广州其实大家讲粤语 我自然讲的是普通话 老板我要一份三酱猪肠粉带走 没有8块是吧 谢谢 这个小巷子是我秘密买花的地方 去年夏天我们住的离这里很近 所以我们不过会经常来买花 Dave不相信鲜花 谢谢 拜拜 Dave的酒吧开在一个公园里 哎我好像哪里见过你 之前是没有排练过的 这个酒单上面所有的酒都喝过 是一筐极味酒造 然后石头 是以它乐队的第一张EP命名的 我来给你们放Lost Memory Machine 这是orange blossom water 最后一个东西是grapefruit 还可以呢 你们在Instagram上面问的问题 最喜欢的中国的电影或者是书 我们最近看了一个叫周润发演的秋天的童话 对对 Ottum's Tale 在Netflix上面 在中国最喜欢的城市 我觉得我的真爱还是北京 住在北京很好 因为算是一个大城市 特别大的城市 但是所有好玩的事情都是在城市中心 最喜欢的Chinese food 我知道你的答案 是什么 麻辣香果 哦对 还有减冰果子 我想离你进中国的流行文化 我不太懂中国流行文化 对于是在北京 独立文化圈 非常有名的人 这是一个难过的事情 在国外没有人知道 这里有很酷的东西 小Core Nugget 其实是一个独立厂牌 如果你也在广州的话 欢迎来小Core 我们要关店回家了 你们今天已经当我们的 我是3rd wheel 电灯泡一天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Vlog 不要忘了点赞 然后没有什么 走吧